Hello大家,我是帅小宝,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上一期呢,给大家拆箱了我的凡凯亚宝五花手链 那今天呢,依旧是一个开箱视频 那虽然说它是开箱,其实并没有箱 因为这个呢,是我妈妈从国内给我寄过来的 然后我妈妈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机智 在这里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我妈妈用的是顺丰国际快递 然后顺丰,我必须要夸一下,真的是太快了 大概上周二给我寄的,然后我周二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包括六日,就只需要五个工作日就可以收到 虽然说它用费还蛮贵的 然后当时呢,我妈妈就是把盒子什么的都拆了 然后就只拿了这一个防尘袋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凡凯亚宝迷 然后今天这一个真的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想要要的 但是澳洲这边专柜是没有货的 给大家看看,那就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好了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白贝母的双花耳环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美绝了 就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把另外一堆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真的是美榨了 给大家看看,太好看了 你们看,是不是 就是无敌了 这一款真的就是超级无敌的百搭 而且呢,它就是非常的日常 我下面来给大家试戴一下看看 我已经戴好了 给你们看看是不是超级的好看 就是我自己喜欢这副耳拍已经很久很久了 然后我觉得就它超级无敌的显气质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一种风格 就是很优雅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凡凯亚宝走的是那种 就是优雅气质的路线 就是我觉得白贝母配黄金 也是优雅气质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其实我平时看VCN也很多 我其实觉得如果你们想买一个比较偏日常一点点的话呢 就只去买一个这种单颗的也还挺好看的 就如果你们觉得这种耳坠有一点太浮夸的话 我觉得单颗耳钉的那种应该也挺好看的 你像我自己的话 我下一个应该会想要去入一个黑色的单花去搭配我的这个 可能就会更加日常一点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风格本来就是走那种比较仙女的路线 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款的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看 之后呢,应广大小伙伴的要求 我可能会给大家多录一些我的凡凯亚宝合集 如果你们也对凡凯亚宝感兴趣 或者是对每一个产品 试带在身上的一个效果感兴趣的话呢 别忘了关注我 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